多家大型美国车企就美国政府对中国汽车零部件加征关税的政策发起诉讼 近日股价连续暴跌的特斯拉成为这一阵营的最新成员 在中美长达两年有余的贸易战中 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大量关税 同时中国作为反制 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部分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 而面对繁重的税务 多家汽车制造商不堪重负 过去几天在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庭发起诉讼 其中包括著名车企梅塞德斯奔驰 以及电动车领导者特斯拉 梅塞德斯奔驰在起诉书中指责华盛顿发起一场 前所未有的无节制的无限度的贸易战 影响了从中国进口的超过5000亿美元的商机 特斯拉则称 美国施加的关税是武断的反复无常的 是自由财量权的滥用 特斯拉创始人艾龙·马斯克 希望美国政府取消关税 同时退还以支付的进口税并支付利息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在贸易战之初 马斯克却是加征关税的重要支持者 他曾在推特上抱怨称 中国对美国汽车征收25%的关税 美国对中国仅2.5% 对于美国车企而言 像是穿着牵制鞋子在跳舞 他呼吁中美应该在汽车销售上遵守平等原则 结果正在中美贸易战震撼之际 特斯拉获准在中国上海建设全资工厂 不到一年光景 开始投产并在疫情中成为主要产能 这让一向聪明的马斯克 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自己也成了中美贸易战的牺牲品 大量的关税交给了美国政府 马斯克的变化 其实仅仅是美国众多企业间的一个缩影 这也就引发了大家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这些美国车企开始起诉美国政府了呢 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资本与政治的博弈 特朗普代表了美国政府以及部分美国公民 希望去全球化 但是跨国企业却因为自身利益去抵抗去全球化 一个国家特别是美国 涉及了种族利益团体宗教团体 乃至政治团体的多样性 这些不同的层面想要共存在一个国土之上 少不了利益的纠葛与摩擦 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政治并不能强加于经济之上 甚至更多时候政治是在为资本服务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经常成为被告 出现在一场诉讼之中 在贸易战之初 特朗普明确地表示 开启这场战争是为美国企业利益服务的 它会迫使中国实施知识产权保护 为媒体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那么这些大的跨国企业财团就会做一个衡量 或许短期内利益的损失 能够换来长远利益的保证 但是没想到 一场疫情彻底打破了原有的计划 经济危机也袭减着全球 而这些大的跨国企业面对繁重的关税岌岌可危 所以纷纷跳出来 成为了美国政府的对立方 而中国 作为在疫情中最早恢复建设的国家之一 先如今反倒从被制裁者成为了一个利益获得者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